儿歌跟国歌现在居然也成为了警方办案的新利器 怎么说呢 花莲有一名逃逸了17年之久的丁信太极外劳 因为他国语台语都很流利 不过国歌还有这个哥哥爸爸真伟大这首儿歌 他不会唱就意外成为花莲警方 辨识他是逃逸外劳的身份 接手自道丁信嫌犯涉嫌偷自家公司的旅创而被逮捕 犯下窃盗罪的他可能没想到 国台语都流利 阿美族语骂得通 竟然会栽菜国歌和儿歌 让自己逃逸万劳的身份破了光 哥哥爸爸应该大家都会唱 花莲警方就根据这线索再到嫌犯家访查 从他子女的证词丁信嫌犯当场认罪 他自己这边的小孩子就是说他是外籍 就是这样子戳破 他就最后最后认了 17年来靠着卫造身份证在台湾打零通过活 现在被揭穿丁信嫌犯要被遣返 可怜的是他在台湾的三个小孩以后无依无靠 港澳医省 好